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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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的上課主要是講聯力方程式 因為我們是補救教學 所以在場的學生其實都是曾經學過 但是他可能在不同地方學過 所以我下午想要用一個複習的方式 然後就是把我們 他們從國中起用加減消去法 然後到後來有用高師消去法 然後用科拉馬公式跟舉證 所以我其實 我覺得我想要讓學習稍微落後的學生 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很多種工具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用什麼工具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帶著他們用數學的方法 切進去算 那我以三元聯力方程式為例子 只讓他們算加減消去法 至於舉證跟克拉馬公式 我們都只練習 我就是只會示範二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那學生會覺得二元一次聯力 我國一國中一年級就上過 為什麼再講 我要告訴他們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受限於考試 我做了這一個練習 我必須手寫嘛 可是你知道手寫有時候計算量很複雜 所以課本就會覺得說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讓你上三元四元 但是以後我們在生活情境上 會用到的機會非常多 所以我就有貼一個九張算數裡面 就是一個是古書的 那一個是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比如說買冰淇淋的例子 你只要能夠寫出式子來 你就要能夠解 那我希望說你先知道原理 然後我最後會帶進 會請他們用Excel自己寫公式 因為寫公式的目的是因為 可以讓他們覺得有設計出 那個有點小程式的感覺 然後我們說的就是說 計算的是 你本來未來就是交給工具 你要的是你前段 你怎麼去把一個 比如說人家的文本 轉換成用數學的語言來寫 這樣子你就可以用工具來做它 所以我們先上這四個方程式 然後用簡單自己比算的 然後接著用Excel自己寫 那寫完之後我會介紹一個 網路的就是網路的APP 它是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方程式的計算系 以後你只要輸入係數就好了 所以你看人家這個工具 都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 學會要會用 所以真正學習的要點在於 你前面怎麼把文本 轉成那個數學的方程式 所以我下午大概整個用意是這樣 我比較希望說學生不要 就是說我們其實不是來訓練 我們怎麼做計算 而是訓練我們去理解那個數學的方法 你不會計算 就是說你的計算會錯誤 你的算得太慢 這個都沒有關係 我主要希望說 他學的東西不是唯一 只是未來來應付考試這樣子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文章 沒有很清楚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 你看那麼久之前 就有這個數學考慮了 我們來試試看他講的什麼 他說這個金有上和良品 是嗎 對 中和 所以就算我們不理解那個文字 大概也可以知道 就是他講的這個和 這個東西有上和中和下和 對不對 所以他說上和 假設我們講 我們把這個看到的點 白色的看到 我們把這個看到的點 這個上和中和下和 然後他說加起來很重 所以我們把這三個 用我們現在的符號來表示 所以請問各位他的第一句話 我可以寫一個什麼樣的式字 上和三比 對 三的克斯 然後呢 中和兩比 對 加三個歪 然後再來呢 下和一比 加雞 加雞 然後他說總共等於三十九斗 三十九斗 這樣子就有了 是 如果是加點消去碼 我們又沒有交過三個位置數的 國中只學過兩個位置數的 好啊 這個地方其實 加點消去碼 只交你兩個位置數 我不會再交你三個 所以你想辦法 但是你內心一次只消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 你一跟二 我們做一樣的好了 請問一跟二誰比較好消 你覺得 好 Y 待會兒選了 就不能變心了 選了就不能變心 你選Y待會兒就都要消Y了 所以 好 所以現在我們大家都一起消Y 就是第一個式字跟第二個式字 你的目的在消Y 然後呢 然後呢 挑第二個式字跟第三個式字 也是消Y 然後看各位可以怎麼消 消Y 如果呢 我們真的要去講它的名字 它叫做高思消去碼 高思消去碼 各位你剛才在做三個位置數 在做家庭消去碼的時候 跟做高思消去碼有什麼差異 在做家庭消去碼會想說 欸 剛才那個Y很好消 所以我就挑Y去消了對不對 配偶看那盤喔 挑Y去消了 那我們要交給機器來做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機器沒有消 人腦這麼聰明 我會先消這兩個 或先消這兩個對不對 所以要交給機器做的時候 你就要固定的動作 機器不怕煩 我們都會跳 啊沒有有分數 先做這裡 這裡比較好消 那是因為我們人腦 可以有這樣的判斷 那我們後來想要交給機器做的時候 就做這種是 只要有一個規矩的模組 所以高思運算就是有這種規矩的模組 那他把這個多下次寫下來的時候 主流一下數字 很像我們學的分離係數法 所以他的不管你的題目多難多簡單 不過你係數多複雜有沒有缺陷 他就是1 2 3 3步驟得到答案 不管數字怎樣 就是1 2 3 3步驟得到答案 怎麼3步驟得到答案呢 第一步驟 把題目抄下來分離係數 好現在各位你只要練係數給老師寫就好 SY不要唸 唸給老師寫 3 2 3 2 然後19 那畫這一畫就是提醒我們說 後面這裡是那個方程式的等對不對 那第二個式子呢 3 3 1 3 3 3 1 然後13 第三個式子呢 2 2 1 2 2 1 10 10 所以當那個計算量比較複雜的時候 人緯的數字就會比較多 即使這個方法他覺得你很快速 就是一定要讓你3倍驚訝來 那我們現在試著 試著各位用Excel 我們來算算看 這個5 3 2 9 3 3 3 1 13 這個 所以我們寫到一個這個 我們說這個計算的表單上的時候 我們只留下數字 因為只有數字會運算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一個怎麼做 你要挑在你右邊哪個位置都沒有關係 現在要是先把這個都刪掉 好 那這樣擺的 那你就把係數打上去 5 3 2 19 好 那各位現在起提先做這個動作 然後用困難的隨時舉手 之後去幫你看 好 我們兩個一組互相協助 有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視覺 想要幫助自己看得更清楚 所以這個我們剛剛那個矩正中間 會畫一條線 如果你要畫線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方格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右邊畫線 就會跟我們剛才一樣等的線 那因為這個軟體方便的就是 他有更多選擇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選擇有顏色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係數矩增 右邊是所謂的 我們在口語上叫增光矩增 好 有右邊這兩個部分 那接著我們剛才怎麼做 我們剛才是第一排沒有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一排沒有動 各位要出現十字體按著 往右邊拉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複製 我就不用再打一邊 或你要用打的 我想要把它放在這裡 按右鍵 那這裡有這麼多選擇性貼商 因為我現在只要貼數字 所以我就按直 我第一排不要動 對不對 接著我一定要動的是 這裡變0 這裡變0 但是我這裡變打0的話 其他就沒有跟著做 請問我這裡變0怎麼來的 我們剛才是在順這裡 有分數很討厭 對不對 現在讓機器怎麼幫你做 如果我們要求他待會 要怎麼做的時候 在以上裡面要寫層次給他按等於 或者在這上面 這裡有個fx 你按下去就會出現這個等於 那我的這一格要變0 想一下我這一個變0怎麼來的 我是不是把這一個的值 你看老師按這一個 老師按這一個的時候 這一個值就要出現f3 對不對 我代表方程式改了 我就改這裡的數字就好 所以我就想這個位置要怎樣 減掉上面乘 減掉上面乘5分之3 所以我這時候就寫減掉上面 上面這個格子 然後乘就是按那個星星的這個style 乘以5分之3 乘以5分之3 大家各位直接用3 乘以5就可以了 斜線那個3 乘以5 好那按enter 看有沒有出現0 有齁 好那兩個方法 第一個講點消去法 這個叫做高師消去法 三步 你就照五線 你只要三步 就一定可以得到答案 那再來 再來我們來講克拉朗公式 我記得那歪我就不做了 還記得歪嗎 我們如果算這個的分組 剛好是sy的那個係數寫下來 所以就會是 a1 b1 a2 b2 那上面呢 就是 比如說我要算a 我就把a的位置去填c1c2 有沒有 本來下面這裡要算我的x 我的x這個地方 算的x就把x的係數這個地方 改為c1c2 先我要算y喔 我要算y y的係數是b的 所以我改這裡 所以這個a1 a2 a2 這裡就是c1 c1 c2 這個是我們二元一次 我們課本裡面 也只倒二元一次給我們看而已 也只倒二元一次給我們看 那如果我們現在比照這個三元呢 各位你會怎麼做 s 如果按照這樣 你這個題目 我們說分母一定是那個係數嘛 所以呢 它會是一個三階的行列 第一列是 5 2 第二列會是 1 怎麼這麼聰明 2 2 2 很厲害 然後上面 上面因為在我的筆頁 所以沒有辦法滑動滑 把這個數字 我要算y的 y的係數 是要換掉y的係數 y的係數 y的係數是在這裡 對 對不對 所以會變呢 19 13 10 再來 2 1 這是其他照操 對不對 其他照操 這樣 好 這個是剛才各位列給老師的係數 對不對 是不是各位列給老師的係數 我先把這個呢 三調也都被你偷看到 有 給你看 沒關係 來這個 暗場 各位很冷氣 但是這個就是各位剛才說的 舌頭髮 來等於喔 等於喔 這個方向 我是不是這三調廂程 好 我剛才看到同學很厲害 你們都兩個來附註一個暗場的 5 可是我沒有能放暗場 成 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按成 再按這一個 這樣嗎 有沒有 是不是各三組 我這樣第一個就更換了 然後再來換加 再來換加 好 再來方向 就只要選那個欄位 不用選數字喔 比如說這一個 然後成 這一個 再成 這一個 這一個就三組了 有聽懂嗎 第四個囉 第四個我們要做那個 反舉正 反舉正 反舉正這個 各位應該現在剛好在上 非常的熟 非常的熟喔 所以 二遠的老師就不講了 各位可以直接試試看 三遠 來 5 3 2 3 4 1 2 2 1 這個舉正 乘以0 S Y Z 然後等於 19 13 10 好 我們二乘二階的是這樣 三乘三階的整體這樣 那為什麼說 課本都只寫二乘二階 只是問你好算 對不對 比如說 你各位你的原理 你就知道原理之後 你之後就 只要藉由工具 你就可以解了 請問接著怎麼辦 原理 我們算SYZ 算Delta 我們不會再把它再乘 沒有這不是Delta 喔 對對對 我們不會再把它再乘回去方程式的嘛 我們就要幫我們解方程式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乘它的什麼 反舉正對不對 承在左邊 右邊 左邊 要算反舉正 要先算它的 Delta 這等下看 你的ECESS就可以幫你算了 對 可是二階的時候 我們又找到公式 交換代 部 三階的朋友 三階的怎麼做 我們都不知道 三階的舉正 我們不知道怎麼算 所以這時候 我們純粹要用工具來算 所以現在如果我把這個舉正叫做A 那我希望工具幫我算出A的負一 我知道你將A的負一給我 我來把它乘以這個 19 13 10 我就有答案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現在這個 這個是我剛才的係數舉正 對嗎 好嗎 我這主要是打字而已 打字而已 我待會要放在這裡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我待會要放在這裡 所以我選了這九個 那這裡的軟體不太一樣 有的人放在左上的就好 有的人要全部選 所以今天全部選 我的反舉正一定是三乘三階的 對不對 好所以就會在這個位置 然後一樣 按公式 我沒有公式我已經不會算了 我們像剛才 Delta我還有 我還知道怎麼算 這個我就會算了 但是我要找反反正 所以各位就要去哪 反舉正反方正 翻一個名字每個都不太一樣 好 它寫反舉正 那個M是指Message 就是我們這個舉正的英文 那Inverse就是反過來 所以 選確定一樣 確定的時候去選 剛才跟我們剛才在刷牙 也是一樣選這一個 好關鍵來 選了不要 不要說un enter un enter就失敗了 我按一次給你看 un enter就失敗了 我按確定 我按確定也失敗 只有0.5 再講一次喔 我要用在這個位置 我選了這個反舉正了 好 位置也選對了 接著怎麼辦呢 shift control加 enter 我手指不出來 好 shift control按住 才按enter 直接按enter 直接按enter就錯了 各位覺得舉正最容易算 Google 舉正計算機 Google 舉正計算機 選第一個 選第一個 好 按結的時候答案就出來了 而且它的功能強大到哪裡 用什麼方法解 它讓你選高師消去法解 你看 剛才在做高師的時候 三接就三個步驟 各個詩節 而且怎麼整 寫得非常詳細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如果呢 像我剛才有學過的 以這個 克蘭武法則 應該就是 克蘭馬方式 好 按結 有沒有 它把data 算data data 1data2 data3data4 就是三個的分子 算出它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 然後我們還有 反舉正 所以 立舉正的最經典 所以立舉正的最經典 算出來的答案都一樣 但計算器有時候 如果是在 舉進是指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些微的不一樣 好 所以各位說 我們現在工具 其實已經發展到這麼方便 只是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計算機 之前你可能只要算數 所以我們就用簡單的加減整處 開康就夠了 再來你隨著可能是你的生活所需 或者你的職場所需 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 最重要是怎麼轉換成數學的語言 因為它會轉數學的語言 才能告訴他嗎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舉個例子 各位你現在 我們現在的講述裡面 背面裡面 有一個 冰淇淋這一題 好了 我們來看右邊冰淇淋這一題 當你今天有遇到一個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都文字 你怎麼去填這個工具 各位試試看好不好 好 現在上面都文字 都中國字對不對 你怎麼去利用這個工具 找到你的答案 四顆蘋果 加三顆芭蕾 等於它帶的錢稀 然後五顆蘋果 加兩顆芭蕾 不夠錢 比稀還要多八塊 兩顆芭蕾 四顆芭蕾 剩下二十八元 這根據題目寫出來的 就這樣 所以各位都會露天 那個戲沒有響到 好 我們今天課賞到奧克林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